再来看到海基会董事长的人选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 传出总统蔡英文选后到上任前这段期间 曾经多次向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请议 那么很可能就是在讨论海基会的人士 但是对此呢亲民党团总召李鸿军他否认了 说双方都没有谈到海基会人士的问题 而另外呼声极高的人选就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他首都松口承认先前总统府确实有派人征询过他的意见 不过目前还没有正式谈一切都还在研究 蔡英文政府执政已经满月 但牵动两岸关系的海基会人士案 至今却迟迟无法确定也让各界猜测不断 不过就传出蔡英文多次请议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宋楚瑜六月初跟入府会见蔡英文 台面上是针对两岸政策交换意见 但海基会董作似乎也跟着呼之欲出 海基会我想这个人士的部分到现在我坦白讲 几次的见面都没有触及到也没有谈到 他特别的想法跟概念跟观念就是说 其实只要当今的执政者只要做对的事 然后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的话 我们没有理由再去背给人家 所以该帮忙人家的还是要帮忙执政党 面对外界揣测 亲民党团总召李鸿军出面否认 强调多次蔡宋慧什么都有谈 但就是没谈到海基会人士 不过李鸿军也表示宋楚瑜对于新政府该帮的忙都会帮 显然对接掌海基会话没有说死 不过另一头也传出蔡英文真正属意的海基会董事长人选 其实是前立法院长 现任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王金平 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总统没有亲自提过 那他们有派人来跟你先沟通过 征询的意愿吗 很早以前有了 所以再看看两岸的情势的发展 我现在还没有正式谈究问题 所以我没有什么所谓考虑 王金平首度松口 总统府先前确实有派人征询意愿 但当时怎么回应王金平确实保密到家 只说目前还没有正式讨论 一切都还要再研究 不过尽管目前呼声最高的两位海基会董事长人选 双双观望不愿表态 但从蔡英文海基会人事布局 口袋名单通通是泛蓝营人士 不难看出棘手两岸国安问题 蔡英文有意打安全牌 欢迎新闻林志鹏 黄云廷台北采访报道